我想現在還沒有講到道不道歉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還要繼續再敷衍 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現在我們的檢體 大概還可以分兩份 那一份中央已經來要了 我們昨天的公文已經收到 所以我們今天會親自帶著公文 會請我們的人 親送衛福部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的人到衛福部化驗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有我們的友人在場 也可以學習一下 大家看衛福部這樣的驗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的流程跟我們一起學習 可以大家是都一致的 除此之外我們台中市因為 醫訪要接受業者的復驗的要求 所以那現在台糖也提出來 我們今天早上8點也收到了 所以我們就會啟動復驗的機制 那這個機制我們這次特別慎重 我們會請衛福部的長官 還有台糖公司的代表 以及第三公眾人士 可能是學者專家 一起來看我們這次復驗的整個流程 就是一朝公信 我們台中市的食安處 是我們六都唯一的一個二級機關 獨立的二級機關 全國只有台中市有 那我們每年抽驗 以及這個檢驗的見數 也都是六都最多的 那我們也希望這一次的抽驗 希望這是一個偶發的單一事件 但是因為我們沒辦法確定 這樣子驗出這個瘦肉精的異常 它的影響範圍有多大 所以基於保護消費者 保護市民健康的權益 所以我們必須即時的公佈這個異常的情況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驗出來以後 我們馬上通知下架 我們也通知中央 我們也回報市府 然後我們也即時的發了這個新聞 讓後續 讓中央也好 讓相關的這個單位 來去做後續的去查證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能力去查證 這個東西瘦肉精的存在 到底來源在哪裡 那我們實案處都是依據中央公告的 檢驗方法來檢驗 那發現異常 按照我們台中市的這個 食品安全的衛生管理自治條例 第八條 就有規定 我們就是要即時的公告 公佈 讓市民知道 我們不公佈 其實我們自己就會有 公務人員也有獨自的風險 所以我要解釋為什麼 說我們所謂台中市 要即時的公佈 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好 那這個地方 我們也強調 我們這些檢驗 都完全按照衛福部的方法 剛才處長也有說明 那有公告方法 有建議方法 那我們都反覆的驗 反覆的驗 每一次每一個檢體 我們這次總共收集300公克的這個檢體 那我們就每一次驗 都拿一部分 這個肉品來驗 而且每次都驗兩種 就是包括公告方法 跟建議方法 我們就是要反覆的查證 那查證的結果呢 其實我們在第一次的時候 我們也很非常的驚訝 第一次我們就驗到 是0.015個ppm 就是原來0.001ppm的15倍 所以我們第一次驗的時候 也很意外 怎麼會這麼高 所以我們用原來的夜象層吸 串聯子譜一驗之後呢 我們也再用高解析度的串聯子譜 再驗一次 結果這個數值還是0.015 大家也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不放心 所以我們來驗了第二次 但第二次這個數值就有下來 那下來的話是變成0.002個ppm 那後來我們還是要再確認一次 我們驗了第三次 在一個禮拜內 我們連續驗了三次 所以等於是我們自己內部 就反覆的復驗了 那驗了第三次的話 還是公告檢驗方法是0.002 那建議檢驗方法是0.003 那基於這三次的這樣子的反覆 這個復驗 我們確定認為這一定 有something wrong 有問題 所以我們才會決定 也通報中央 也通報市府 然後東西下架 然後也 即時的發布新聞稿就公佈了 大概整個流程是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 0.002個ppm 是我們最後的結論 就是說因為我們驗了三次嘛 第一次 這個有0.015的 也有0.018的 但是最後我們還是用0.002ppm來公佈 是因為第二第三次的公告檢驗方法 都算出來是0.002 而且你注意看那個pick很明顯 來 前面下面一張 就這個 就特別在西布特羅那個地方 有出現一個很明顯的pick 有沒有 對 峰值嘛 那這個很明確 很明確 那21種的瘦肉精 我們一次跑 21種 只有在西布特羅那邊出現 這個允許他那邊就說 這個 允收的這個pick出現 那都已經很明顯 來 那請 基本上啊 就是他會有一個range 你只要繞在這個range之內 就是符合規定 就像說我們一般有時候那個包裝啦 他會說我多重 但是他總是一個 正負百分比多少 這個範圍之內都符合一符合的 那他這裡呢就是 那個rt值呢 是繞在這個 這個範圍 引縮範圍之內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定性離子跟定量離子的一個p值 也繞在這個範圍之內 兩者都繞在這裡頭 那 我們就確認了 他確實是含了西布特羅 對 所以我們是很慎重 很慎重 我想官方的公佈這個東西 牽涉很廣 所以 我們絕對不敢 輕易的隨便公告 真的是有很慎重 我們像你們 除了據公告以外 有什麼其他的實驗專項嗎 跟大家報告齁 我們這個檢驗室 除了中央食藥署來認證過 每年齁 而且是每年 而且我們每年要認證 大概二三十項的 產品以外 還有TAF TAF TAF的全名叫做 台灣 中名叫 台灣法人 全國認證基金會 也來認證 那台灣 合法 就是法定 可以認證的 就這兩個 就是食藥署 跟這個 TAF 而且這個在法院如果有判例的時候 只要有這個兩個認證過的機構 做出來的結果 法院會接受 因為我們之前有判例 因為民眾會質疑說 你這個檢驗準不準 對不對 合不合法 但是法院最後會認證 這兩個是台灣 唯一合法 那這兩個都有來認證 我們的這個機構 每年每年都有來認證 如果 我們找來的 包括台灣公司代表 還有食藥署的這個 代表 然後還有第三公證人士 都能夠請到的話 我們順利希望是不是明天 快的話是不是明天 就可以開始做 我們希望後天 看能不能把結果 就可以公告給大家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 克菲爾益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作詞會普查 miners 胡蘿蔔碧